撒网轿程 这个手绳折叠 这样折叠 折叠放到左手上 折叠 网衣这样盘 最后一抓 跟你头差不多高就可以了 最后一抓 不管你的网是多高的 然后把网 理成个圆锥形 所有的网 到下面 所有的坠子都不能搅在一起 像这些搅在一起的 全部都要拉开 不能搅在一起 坠子不能搅在一起 把它理好 理网的时候不要着急 慢慢理 网理好了 剪好了就打得好一点 网没剪好的话 打出去是一坨一坨的 然后从右腿前面 开个洞 提两三个洞 左手把网衣绷直 这样绷直 然后弯腰从膝盖的位置 加住这个底钢绳 开始剪网 慢慢的剪 越剪越高 越剪越高 你不用看你的手 你看下面这个坠子 照一下下面 看一下下面这个坠子 你看下面的坠子是斜度 看下面坠子的斜度 你不要看这个手 看这个斜度 然后越剪越高 朋友们看到没有 这个坠子剪出来是斜的 一直剪完 选到最后 这里两三个都弯腰下去 把它抓起来 折叠一下 抓到手里面 好 把这里右手这里松掉一点点 这个地方千万要注意 这个地方不要打结了 然后把这个底钢绳 前面这个底钢绳 你的第一个位置 把网一压平一点 压平一点 好 把网放提子起来 前面悬空 后面不要悬空 然后 网整整齐齐的时候 再把网插起来 然后就开始打 看一下 打一网看一下 撒网不要太用力了 往前往后 拉出个上面